所有的瘋友們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我們台灣有一件事情正在發燒當中 這件事情其實跟一個紅髮女子有關 台北的捷運上面 許多的長輩朋友上了車以後 年輕人都會主動的讓位給人家 但這位紅髮女子不一樣 她亮出了一張證件 你切記喔 你看到這張證件 你要讓位給她 你絕對要讓位 因為她上面的證件寫的是AIT 那剛剛討論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不管在捷運 或者是在公共運輸的交通工具上面 如果你看到需要讓座的人 我們都希望你可以讓座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要拿著東西去站住人家位子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引起討論 當然跟這個人的身份是有關係的 而且跟他的態度有關 你先看到畫面上面的這個畫面 除了他自己坐著之外 他還用了很多的包包雨傘站住了另外一個位子 這個事件就是這樣起來了 時間發生在6月5號的下午 那這個是有一個60歲的婦人 她坐在這個往淡水的捷運上面 那當時其實車廂上面還很滿 就是位置其實都被坐滿了 結果在某一站的時候 就上來了兩個比這個60歲的婦人 年紀還要大的人 長輩上車了 所以這個婦人她就第一個做的事情 就是說好那我先把我自己的位置讓起來 給其中一個人做 那讓座之後她就左看右看 就看到畫面上的這個女子 她的旁邊其實可以再坐一個人 是啊 只要把東西拿起來 就好 東西沒那麼多 或者是放在地上或哪裡 坐旁邊一點點還可以再坐 所以她又看到說她是一個外國人 穿著白衣 黑短裙 然後紅頭髮看著窗外 所以她就跟她講說她用 因為她知道她是個外國人 她特別用不是很流利的英文說 請她將這個私人物品把它拿開 然後讓這個老人家做 結果這一個外國人 因為一般我們大概人家 如果這樣跟我們講的時候 而且都已經點名 你要做沒看見你就算了 特氣讓一下嘛 對 那其實大部分我們都會這樣做 結果這個外國女子 她沒有把東西離開 而且速度她用她的語氣講 就感覺上讓那個老婦人覺得說 她有點在威脅她的那種感覺 她說了什麼讓她覺得有威脅 威脅到她的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她說我是美國人 我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 美國人這麼偉大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 美國人不用讓位還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她在現場 表達這樣的一個情緒之後 讓人家就覺得有點錯誤說 這個跟你是不是美國人有什麼關係 對啊 而且你又不是不懂那個語言 她用了英文跟她講 她比較離譜的是什麼你知道 她還拿出了一張證件 拿出來給這個婦人看 她沒有說什麼 上面就寫著幾個字 叫做美國在台協會 這單位好大 對對對 我們常俗稱的這個AIT 連總統府都害怕的單位 她拿出來的時候 還不斷地強調說 我是美國人 我就是美國人 所以當場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是怎麼樣 美國人比較了不起嗎 還是你是認為說 我是AIT的職員 所以我可以不要讓位 我特別強調一點 她是希望她把這個東西拿起來 把空位空出來 好 那結果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網友她其實就覺得 就不是很舒服 因為她會來從她母親這邊 知道這件事情 就覺得說 這個態度上面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而且你還拿證件出來 那你到底想表達什麼呢 所以她的妹妹 這個網友的妹妹 她就把整件事情 她就寫了一封信給AIT 給AIT 那給AIT的時候 她的意思是傳達說 在這個捷運上面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她覺得說 這個女子的這個行為 跟她的態度 似乎其實不太得當的 那也希望AIT對這件事情 能夠做出一個說明 結果AIT怎麼說 結果AIT一如所預期的 她其實第一時間 24小時內 其實沒有回覆 那沒有回覆的時候 這個網友的妹妹 其實就有點覺得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可受公平的 所以她就把這整體的事件 跟照片就PO上了網路 讓網友來評論 那當然整個照片PO上去之後 有一些網友也提出了質疑 就是說這個畫面上 這個她所PO上去的照片 似乎看起來是有一些的空位嘛 那為什麼一定要逼人家說 把東西拿起來或怎麼樣 那當然這個這個網友的妹妹 她也有解釋 她的意思是說 那因為拍攝照片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這個增值過了一段時間了 那一段時間之後 有些乘客下車 只是那個事件 剛發生的同時的時候 是很多人在做 是很多人做的時候沒有位置 所以才會有這個經過 那結果這個事情發生了之後呢 好6月7號 我們剛才講這事情6月5號發生 6月7號的時候 AIT終於回了一封信 回了什麼信 回信了 他講說什麼 我們很遺憾讓這位先生的母親 在大城地鐵不變 內部正在調查事件 而且會適當處理 重點是什麼 他說美國再來協會強烈認為 協會人員應該遵守 當地的公共交通行為 聽起來是很有誠意對不對 很有誠意的感覺 但是幾乎等於什麼事情都沒有講 所以這個事情 就引發熱烈討論的時候 6月10號AIT又發了一封信 結果他講什麼 他說我確定這個人是AIT的故人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問我說我怎麼處置這件事情 對不起 在美國隱私法之下 還隱私法都出來了 我們有義務來無法提供人民 跟告知我們這個事情